花莲连续三天零确诊的好消息 让部分民众心情轻松 但吉安乡公所这个时候仍不敢冲谢 特别号召了18村的村长 在村长服务车上拉挂宣导布条 还由乡长游书甄亲自来录音 在村落的大街小巷穿梭来加强防疫宣导 让民众持续落实各项防疫工作 吉安乡各村村长在自己的服务车上 将挂着红色布条 上面是提醒大家不要松懈防疫的宣导标语 这是因为花莲县连续几天零确诊 担心民众因此放松降低了警戒心 乡长游书甄特别号召了18村村长 在各自村落里头加强宣导呼吁 这三天的家里我们要继续的努力 再次提醒好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来遵守防疫的规定 全面戴口罩 不串门 不聚餐 尤其最近媒体里面看到吉安群聚打麻将 跟民宿前面饮食 虽然没有疫情在吉安 但是吉安的乡亲一定要遵守好我们的规范 针时的忍耐这一段防疫的执行 做好措施 规范自己 让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好存机继续的延伸 赶快脱离我们防疫的很辛苦的实现 恢复我们正常的工作跟正常的生活 村长服务车上播放的是由香港游淑珍亲自录制的宣传话语 红色布条也是提醒乡亲不要放松防疫警戒 未来几天 村长们都会开着服务车 在大街小巷内宣传呼吁 希望乡亲能够继续坚持 大家要严守到最后一刻 全国完全解除警戒 大家就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集安全民所飞进 在旷战营即进行 在旷战营 建议会讲相报导